从未见过如此喜欢学习的老头 为了了解青少年的喜好 跑到图书馆去看制服杂志 仔细看完后还想塞进怀里 不料却被一个女人抓个正着 女孩名叫佐和 是一个年轻的护工 她每天照顾着老人的生活齐居 虽然又脏又累 但她任劳任怨没有一丝怨言 这天老人的女儿小雪找到佐和 她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想让佐和扮演去世的婆婆 陪自己的父亲供着一晚 并说出这是老人临死前最后的愿望 同时还提出会给佐和一笔不费的报酬 佐和因为缺钱 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当天晚上小雪让佐和穿上 母亲的红色连衣裙 随后佐和安抚好老人 就在他身边安心入睡了 谁知在凌晨 那个白天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突然想年轻人一样 开始对着佐和上下其手 佐和在和老人纠缠中 不小心引燃了加热气 老人身上的衣服也被点燃 佐和拼命地想要扑灭火事 但是老人突然地在原地猝死了 佐和慌忙地跑下楼去找小雪 他在楼下惊恐地发现 小雪已经不知在何时上掉自杀了 小雪的儿子小珍就在旁边 面无表情地站着 第二天佐和心灰意冷地从警局出来 一天晚上两条人命 即使佐和也是受害者 他被所在的公司开除了 这将成为他工作生涯上 一生难以抹出的污点 佐和在坐电车回家的路上 弄丢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佐和在路过一家唱吧的时候 他碰到了想在唱吧过夜的康复 老人拖着呼吸机正在和工作人员沟通 工作人员一直跟老人强调 这里是张吧不能够过夜 佐和随即热情地上前 挽住老人的胳膊装作是他的家人 拉着老人就往电梯里走 工作人员见老人有人陪同 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随即给了佐和一把钥匙 康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一直询问佐和是谁两人认识吗 老人一开始以为佐和是陪酒女 佐和随后解释说自己不是 并且正式地介绍了自己 老人一开始对佐和戒备心很强 但是佐和的热情有理 让老人放下了戒备心 两人就这样在唱吧里待了一夜 第二天两人一边聊天一边离开 佐和来解到老人并不是无家可归 他只是因为 子女们为了争夺他的财产 每天都在吵架 所以老人才离家出走 想要花光所有的钱 在两人分别时 老人大方地握给佐和一万日元 并在他的屁股上拍了拍 离别之际老人还把自己的大衣给佐和披上 佐和挥手向老人告别 他看着老人孤单离去的背影 他举起的手久久不能放下 他同情康复的遭遇 又想到自己如今的悲凉 佐和与康复分别后 又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这个老头太会玩了 他假装睡觉 实则左手已经行动起来 女孩不但不生气 还提醒对方该起床了 接着拿好做好的饭才出去工作 女孩是一名护工 他每次没有工作 便开始在大街上物色人选 这天佐和见到一个 随意扎给人轮胎的老人 他见此情形以报警威胁老人 以此不由分数地住进了老人家里 这天老人没吃晚饭 就急匆匆地出门了 原来他是去见一个叫斋藤的人 斋藤是一个基金经理 老人想用自己的积讯买一份基金 佐和也偷偷地跟了过来 他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斋藤是一个骗子 佐和只是在旁边听着 他并没有拆穿斋藤 在回去的路上 老人总是想赶走佐和 但是佐和以报警威胁老人 老人真能委屈求全 晚饭的时候老人尝到佐和的手艺 他心情大好 还和佐和喝起了酒 随着长时间的相处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佐和也了解到 老人名字叫做阿茂 是一个退休的起修工 因为在退休后找不到自我价值 所以才去偷别人的自行车 以此来证明自己还有一点价值 佐和带着老人去归还偷来的自行车 这一天阿茂突然提出 想要和佐和同床共枕 他见佐和答应后 他又提出想要和佐和一起洗澡 佐和笑着拒绝了 佐和知道阿茂并不是好色 他只是想要自己陪着他 这一天佐和告诉阿茂 斋藤很可能是骗子 并且不顾阿茂的阻拦 握通了斋藤的电话 结果他发现斋藤不仅是骗子 他还有黑社会背景 其实阿茂早就知道斋藤是个骗子 但是斋藤会认真听他的诉说 他把斋藤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即使被斋藤骗也心甘情愿 但是佐和打碎了 他对斋藤这个朋友最后的幻想 没过几天斋藤主动找上门来 甚至对阿茂放下狠话 但是佐和比斋藤更狠 直接吓得斋藤服软 当晚阿茂经过一夜的思考 他决定要去儿女给自己找的养老院 佐和开着车把阿茂送到了养老院 临别的时候阿茂将车送给了佐和 阿茂在养老院门口不断地向着他挥手告别 他眼里满是无奈和不舍 佐和开着车又开始了新的漂泊之旅 这个老头可真行 只见他缓缓靠在墙上 斜眼看向门缝偷看女人洗澡 他顿时感觉热血沸腾 没想到对方突然回头 看到这一幕竟然不吵不闹 只是默默地把门关上 谁让自己是一名保姆呢 他不会因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 早上出门搀扶老头时 不小心被触碰到 即使这样他也不生气 反而还继续靠近老头 询问手有没有撞伤 他对老人威逼利诱 顺利地住进了老人家里 老人名叫易南是一名老兵 退伍后去当了一名教师 他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妻子 所以家里有一名照顾妻子的护工 佐和细心地照顾两位老人的起居 并且对护工谎称自己是易南的学生 佐和将易南的妻子照顾得十分体面 他逐渐地放了对佐和的厌恶 慢慢地接受了佐和住进自己家中 这天易南来给佐和送换洗的衣服 他无意间看到了正在洗澡的佐和 面对佐和年轻的身体 他不禁心跳加速 同时他也陷入了对妻子不忠的愧疚 老人的妻子每天在半夜 都会发疯般地大声唱歌 而易南因为这件事 不止一次幻想让妻子解脱 但是佐和每天晚上都会守在妻子旁边 陪着易南的妻子唱歌 让他能够快速地入睡 易南听着他们的歌声 回忆起了和妻子以前的美好 也抹去了自己对佐和的觊觎 以此以后易南对佐和越来越好 有时还会带佐和去看电影 但是这引起了家中护工的嫉妒 并且向易南的侄女说明情况 侄女担心易南的财产被佐和抢走 于是赶忙来到易南家里 女人和佐和谈话的言语里 都透露出想要赶走佐和的意思 佐和临走时在易南的包里 发现了一文致力题 原来易南早就退休 他每天装成匆匆出门的样子 然后再商场一坐就是一天 为了是给家人制造自己还在上班的假象 让自己觉得自己还没老还有用 佐和最后一次间易南时 他也患上了痴呆 他不停地念叨自己的往事 控诉了战争的残酷 听着老人送给自己的磁带 佐和离开了 佐和意外地又碰到了小珍 自从那晚悲剧之后 小珍便和父亲一起生活 父亲每天酗酒 过得浑浑饿饿 小珍饿了只能去砸货店偷东西吃 佐和以此威胁小珍 让小珍把自己带回家 小珍的父亲并没有反对佐和住进来 几天的相处他发现 小珍的父亲对小珍的态度不对劲 佐和从他眼中看到了 对小珍深深的敌意 一天小珍的父亲吴智正在发酒疯 他强行给小珍灌酒 还要剪掉小珍的头发 佐和上去想要推开吴智 却被一把推倒在地 佐和再次起来用书砸晕了吴智 佐和放了事得跑出家门 佐和一路追着小珍 来到了一处堤坝 佐和抱住小珍想让他冷静下来 最后佐和给了小珍一巴掌 小珍才冷静下来 随后佐和低头看到了 小珍裤腿出流出的鲜血 他在这一瞬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小珍是学子和学子父亲的孩子 佐和把小珍带到一处宾馆 还给小珍收拾了卫生 随后佐和将学子的红裙子还给小珍 他死死地攥着裙子失声痛哭 而佐和也无意载车的后备箱 发现了猫给他留下的一百万日元 这一刻他再也压抑不住 内心的委屈和痛苦 靠着车子放声痛哭 来宣泄自己心中的情绪 随后佐和带着小珍 在无知的目送下 两个命运悲惨的人 走向了未知的 但又充满希望的远方